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是 学生如何透过豪杰的大学申请训练课程 为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 铺陈出来一条康庄大道 顺着这条道路 开启自己光明灿烂的未来 首先我要给家长一个良心的建议 培养孩子的终极目标不是只有进入大学 而是您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顺利找到工作 职场生涯成功 经济独立 脱离父母 不肯老 在美国落地生根 就业发展 豪杰训练中心在2014年8月20号 正式对外招生以来 带领全洛杉矶的补教界 对大学申请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了解和概念 在2014年8月20号以前 华一社区包括广播电台 电视台 社群网站等等不同的媒体 打出来有关大学申请的广告 全部是我们帮助您的孩子包装进入大学 有关培养孩子的广告呢 一定有一句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点 这些千篇一律的广告词呢 造成大多数的华一父母呢 从孩子五岁开始呢 琴棋书画 舞蹈运动 没有少学 进出大小不同的补习班 家长求好心切 让孩子学了一大堆的才艺 一堆的补习 孩子从小就在这种 被动的学习模式下成长 心理想的 手上做的 就是学习 念书 考试拿高分 华一的父母完全没有意识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必须花时间在 Quritical Reading 阅读 Quritical Thinking 拥有思考能力 它才能有强大的 Creative Writing Skill 创意写作能力 长大以后呢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 讲述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的 专业知识的看法 想法和意见 各位家长 您的孩子在高中 光有亮眼的成绩 课外活动和义工 是远远不足够的 学霸的孩子 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没有杰出的论文 完美到位的面试表现 想要进入疼效或录取率 低于10%的顶尖 私立大学的几率是零 各位家长 这里是美国一个充满了 diversity 多元化和opportunity 机会的国家 您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呢 找工作的几率和白衣 拉丁衣 非衣各种不同族裔的年轻人一样 大家一视同仁 机会均等 公平又公正 重点是您的孩子要有展现自己的能力 在找寻工作的过程中 还要学习推销自己 让那些世界顶尖的大公司 比如Google Microsoft Amazon Facebook 等等 看见您孩子的能力 提供高薪资报酬的工作 来争取他 讲到这里 家长会有疑问 周主任 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呢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如何推销自己 和那些顶尖的大公司做交易 为自己争取高薪资报酬的工作 答案是 他首先必须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 学习如何推销自己 和全美顶尖的市立大学做交易 Make a deal 为自己争取录取通知书 和高额奖学金 成为大学申请真正的赢家 这样的孩子呢 无论进入哪所大学就读 四年半以后 大学毕业 找不到工作这五个字呢 绝对不会发生在您孩子的身上 因为他在四年半以前呢 已经顺利 完善 成功的走过大学申请这个过程 学习到如何推销自己 年轻人大学毕业 找工作的流程和经验 和四年半以前 练完Junior Year 开始正式申请大学的流程和经验 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要推销自己 要有强大的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在找工作的面试过程中呢 介绍自己是谁 毕业于哪所大学 学的是什么专业 为什么想来这家公司找工作 未来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等等不同的细节 有些公司呢 甚至会要求年轻人当场呢 写一篇文章 或是手写 回答一些问题等等 这些找工作构成中呢 推销自己处理周边人事物等能力 智慧和深度 就是学生四年半以前呢 在豪杰的大学申请训练课程中 一点一滴跟着教练团队 每周一对一的上课 学习面试过程中呢 如何拥有的谈吐 应对 气质 教养 气场 展现自己深度 Deepness 学习到人生技能 进入顶尖的司令大学以后呢 在大学内接受四年栽培 毕业以后 职场生涯 就业或创业 一定会成功 并且是做领导的团队精英的年轻人 各位家长 请把培养孩子的目光放长远 您的孩子申请大学的目标 是为了大学毕业以后 能够找到工作 职场生涯成功 避免在家做啃老族情 并且在职场生涯 能够有处理周边人事物的能力 智慧和深度 他面对职场生涯 强烈的竞争和挑战 不会惧怕 毅力不搖 步步高升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和他的大学申请 独立作业 跟着豪杰的教练群组 在大学申请训练课程的过程中 做得顺利 完善成功 有环环相扣的重点关键因素 周主任每周在视频中 循循善诱地提醒各位家长 不论您的孩子在高中的GPA有多高 课外活动有多强 他们一定要花时间 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 一步一个脚印 写出一篇杰出的主要论文 Personal Statement 把每一所自己想要申请的大学 做详细透彻的研究 要清楚明白了解自己是谁 想要做什么 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等等有关自己一切的细节 才能把自己和每一所想要申请的大学 做一个无缝接轨 面对申请大学时 每一所大学给予学生严厉的挑战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不靠包装 做假 走监禁 百分百凭借自己的基础和实力 争取到顶尖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和高额奖学金 这样的年轻人 经过大学四年的栽培 大学毕业以后走入职场 才能成为领导的团队精英 感谢您的浏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继续今天的话题 学生如何申请腾校 和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 敬祝大家农历新年幸福健康快乐 再见